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现在已经很少去惹我老公了 甚至连跟他吵架都没有了 因为我突然明白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与夫争吵 百财不入 以前只要我们两个一吵架 那出去办点什么事 没有一件是顺利的 现在我学会了 不论是谁 任何人都不能说我老公不好 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我无所谓 因为他们跟我半包钱关系都没有啊 我也不是跟他们过日子 老公呢 是我自己的老公 只要我们俩开心快乐就行了 只要我们两个开心了 那家里氛围自然就欢乐了 那他出去办点什么事情 肯定会顺顺利利的 他顺顺利利的把钱赚回家 那我们全家人不就都舒服了吗 所以啊 咱们啊 都要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公 绝对没毛病 这夫妻恩爱啊 比任何求神拜佛都管用 姐妹们 你们说我说的 对不对